好 这一小节开始我们介绍一下MySycle 做WebSore数据存储是免不了的 对吧 没有数据存储的话 我们和谈WebSore其实就没法做了 所以说必须有一个数据存储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介绍一下MySycle MySycle是现在企业 特别是WebSore这块 应用最广泛 最常见 也是企业中应用最方便 以及成为最低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我们优先去介绍MySycle 这儿先介绍一下下载安装和建库 这部其实在我们 就我上一个Nodex课程 就那个丛林搭建博客的WebSore里面 都已经讲过了 但是这个地方为了保证课程的完整性 我们还是要再简单的讲一遍吧 就是不会详细的演示 简单的通过PPT来讲一遍 然后再往下就是建表和基本的Cycle一句 其实这个也在之前讲过了 然后我们这儿也是走一些过程 不会特别详细的去Code这些东西 所以在此我再啰嗦一句 如果没有学习前面那个Nodex课程 就是我那个Nodex从零开发 博客WebSore那个课程的话 尽量还是去学一下 因为你学完那个之后 你再来看这个绝对是一个 如鱼得水如虎添翼的一个效果 要不然的话 你如果没有学之前那个 直接来看这个 再加上你如果是Nodex的基础 不是那么好的话 有可能会看着有那么一点点的障碍 OK那我们接下来看 最后我们讲一下外界和连表插群 这个外界和连表插群 这个是在我们之前那个课程没有讲过的 所以说这次呢我们要重点来讲 那为什么这次课要讲外界和连表插群呢 因为我们这次做到这个微博这个项目 它的这个数据模型的关系复杂度非常高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讲那个数据模型设计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表和表之间的连接是比较紧密 比较麻烦的 所以说我们要提前把这个知识给它暴露出来 所以说这会儿我们到时候会详细的去讲解 OK那我们先讲一下的安装吧 就是尽快的过一下吧 先是现在安装MySQL 然后呢再去安装这个MySQL Workbench Workbench就是一个可热化的客户端 我们通过客户端能比较轻易的操作一些数据 就是自然改查这种操作 要不然的话我们要通过命令行 通过命令行你要以写明令 它是比较繁俗的 然后我们在安装完之后 我们再去把它扣在连上这个MySQL的服务 这一步就算是完成 好安装MySQL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地址来去下载 这个MySQL如果是你学习用的话 都是免费的 不用收取任何费用 这也是我们企业中拥有比较多的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你像什么Oracle和微软的Sycle Server那些 它都是要收费的 按理说你是要交版权费的 而且比较贵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地方选择Windows 或者说是选择MacOS 选择最新买下载完就行了 这儿可能有同学反应说下载的比较慢 下载半天都下载不下来 这样的话你可以去我们课程都有QO群 就是你进入课程的 用电脑的那个PC浏览器进入课程 课程主页的右侧 有加入QO群的信息 你可以去QO群里面 像其他同学 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源共享的可能 这个去问一下 OK 然后执行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过程中都是比较傻瓜式的安装 因为都是在本级安装学习使用 都是比较傻瓜式的安装 然后安装过程中 可能需要输入这个root的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基本上就是用root就行了 就是一个根用户 密码你要记住 这个密码不要忘记 忘记还挺麻烦的 忘记的话还得改 反正就是你自己本级的 自己电脑上的一个数据库 这个密码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 你就随便找个记事本啊 找个什么东西啊 你记一下就行了 别自己忘了 然后现在这个workbench workbench呢 它是操作MySQL的客户端 卡通关操作 就是你下载完之后 通过我这个演示 你也能感觉出来 它到底是什么叫客户端 什么叫客户端 对吧 然后现在地址 我这也列出来了 它也是MySQL官方提供的一个 客户端软件 所以说这个稳定性啊 以及它的一些利用啊 一些可依赖啊 还是比较可靠的 而且它是免费的 好 然后下载完安装完之后呢 你可以打开这个workbench 这个软件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 MySQL connections 这地方有个加号 点加号之后呢 会弹出这么一个框 这里面呢 你要输入这个hostname hostname基本上都是你本地 127.0.0.1 然后portmore name呢 就是3306 如果你没改的话 然后用户名就是你 之前创建数据库的时候写的 一般就是用root就行了 发送呢 你就收上你的那个 自己当时的一个密码就行了 这样的话 你再去点击 右下角应该有一个连接 或者说一个圈 一个什么按钮 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就连上了 好连上之后 你就可以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执行一个 一般的一个 塞货的操作 大家看 就这个截图 还是我上一次 罗德杰斯克的截图 但是我们这次不会用这个数据库了 就是我演示的时候 这个数据库已经没了 所以说这个截图呢 提供一下 参考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简单的做个演示 就是我这儿已经打开了这个walkbench 然后点了个加号呢 你就可以在这儿输入密码 什么的就可以 点了个OK 就可以连接了 就是我这儿已经连接上了 这个logohost 然后我们点一下 好 这样进来了 现在左侧就是所有的数据库 这个什么myblog这一些 什么mycomment这一些 我们都不管了 我们可以简单测试一下 就是输 这个bcs 输入这个的话 我们去点这个小闪电的这个箭头 就会执行 产生所有的数据库 我们输入这个select100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点这个 5x100 这是简单的测试 想出示的话呢 就是横线横线空格 就可以注视 包括这个横线横线空格 这样就可以注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连接完之后 我们要做点什么 对吧 我们可以点这个按钮 我属于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 点这个按钮 我们创建一个数据库 那数据库的名称呢 我们比如说就叫做 R2 微博 db R2微博db 其他地方不用改的 然后点这个apply就可以 就是应用 OK close 好 大家看这个地方 你在学习这个课的时候 建议你不要用之前老的数据库了 你自己新建一个 然后一步一步的跟着我这个从来流行了 用老的数据库可能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好 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 我们下一节开始看一下怎么建表 以及怎么去操作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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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